再仔细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我今天只是把一些概念我们一点要去到的 在这个八观灾界 我们佛七当中是最好的一个理想 最好的一个理想 那我们八观灾界的具体 一个最重要的具体最主要的就是 过五不时 就是说依什么样的标准呢 就是一般我们就依时间这个十二点整 过了这个十二点零一分 我们就不能对这个 一些食物啊 我们就没办法 无法能够来 就是说不能再吃饭 但是有一些人说 师父我身体不健康 需要吃药啊 或者种种的呢 我也需要一些补充的食物 我能不能受八观灾界 可以 可以 没关系 有一些人说 师父我晚上虽然过八观灾界 过五不时 我哪一些东西可以喝 哪一些东西不能喝 其实啊 很多人都在辩论这个问题 有些人说只要咬尺 这个牙齿不咬到的 简单啊 我们就能够 比方说果汁啊 豆浆啊 这些 其实呢 尽量啊 能够不喝 不吃这些 那最好的 因为具体就是要我们修清静心 如果我们一般的话 也可以 比方说身体不舒服 吃药需要 那我们一定要来注意 可以的关系 那第二点的呢 就是我们不淫欲 就是不能有夫妻的关系 最好我们能够跟夫妻 分开 分房来睡 这个因为我们要过一天 一日一夜的出家人的生活 当然啦 这个夫妻的关系 我们能够避免 那就是要避免 那第三点的就是 不做高广大床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床啊 一般啦就是又高又大 那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啊 像我们这个法师 有一些建议说 你可以用一个毛巾 就是一个布 你把它隔一半 大概一个人这样的范围 单人传的那个范围 我的范围是这个 我的目的呀 最主要的不是主动在这个地方 但是起码来提醒自己 还有一些不歌舞作业 相案屠材 这些其实啊 最主要的叫我们要 尽量避免 在这个八观灾界的时候 能够避免不看手机 不听歌 不讲话 一些不需要的 或者一些看电视 卡拉OK 跳舞 种种的 能够避免的 是避免 那有人说 师父我今天 受了八观灾界 隔壁有开音乐 或者我的儿子开音乐 或者我先生开音乐 怎么办 是不是犯了界 那个不能这样讲 最主要的心 那个心 亲近最主要的 不是说犯不犯的问题 只要你有这个动机 你故意去犯 那就犯界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故意的 有些人不是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说八观灾界 很不自由 不自在 绑索绑脚的 那怎么办呢 不能这样说 也不能这样讲 最主要的 这八观灾界里面 简单为我们说明 就是 你要修你那个心 这个心怎么样亲近 因为我们这个心 无量节以来 都无量无边的 我们的喜气烦恼 用这一法来帮助我们 回复我们的亲近心 不让我们的身口意 不要去造业 把这个身口意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原意 不善的行为 把它关闭 然后呢 一句阿弥陀佛 一个倔力 来帮助我们回复 最主要是讲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不要因为 受八观灾界 不自在 不自由 好像绑手绑脚的那样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去想太多 一句阿弥陀佛 然后呢 该去注意的 我们要去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念佛 要怎么样得亲近心 从我们的身口意 然后慢慢的回复 然后呢 依这句阿弥陀佛 来修行 用这个借的手段 来帮助我们 不要去造业 那这个受八观灾界 那就获得功德 无量无边 经典里面所讲的 一日一夜 你能够受八观灾界 清静 你就能够获得 六十万事 一事无忧 而且这个福报太大了 时间这么短 才短短的时间 很短 才一日一夜 你就能够获得 有这么大的福报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 非常难得 我们能够来受八观灾界 那明天啊 我会为大家 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我们现在啊 我们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念佛 等一下会来跟大家 继续来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